体育赛场上 女性运动员的狂野之举 总是可以引球迷侧目 目不暇接 流连忘返 先有中国女族姑娘腾威 因为脱衣庆祝而火遍全网 后有篮球巨星李梦 在赛场脱衣 美不胜收 乒乓球赛场上 姑娘们的行为举止相对保守一些 连短裙都很少穿 更别提脱衣服了 唯一的暴露狂 可能就是2011年 撕裂球衣的张继科了 不过在WTT新加坡大满冠赛上 中国女拼的新王牌王曼玉 成为了先吃螃蟹的那个人 目前新加坡大满冠赛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王曼玉双线作战 个人方面直落三局击败对手 成功挺进女当16强 混双对决 王曼玉携手房正东杀入了混双半决赛 在一场比赛结束后 王曼玉需要换上一件刚爽的衣服来接受采访 现场有媒体记者球迷裁判 王曼玉又不方便去更衣室 他该怎么换出赞助商的球衣接受采访呢 王曼玉的换衣动作 简直就是舞台上的魔术师 他像一只灵活的猫咪把手伸到内里 直接把内里的球衣拉起来 然后非常专业的从一边袖口里拉出来 一阵神奇的手法 内衣顺手解决 外衣得心应手地换上 好似爵士高手 化身衣衫掌控制 经过一场激烈的大战 王曼玉的球衣已经被汗水浸湿 甚至用力可以抿出水来了 这套换衣动作真的是高水平 球迷们也调侃说 王曼玉真是不把我们粉丝当外人啊 什么福利都敢给大家发 王曼玉脱衣服的这个瞬间 让我们感受到了运动的美妙和力量 也被王曼玉的坚持和自信所打动 他就像一只凤凰从灰烬中重生 长翅高碑 向着更远的未来飞翔